行事局干员一举破货位于桃园的多处炸弃机房 压制逮捕炸团成员 行事局调查发现 有诈骗集团利用假交友进行投资诈骗 有一线机首在IG及X等社群平台 使用盗用或AI生成的美女照片 诱骗被害人付费加入会员才能以恋爱方式聊天 然后再以家人生病等理由 引诱被害人加入互惠工作室群组 再由第二线客服人员接手诃骗被害人投资 初步清查全台至少有62人受骗 损失金额达600余万元 该扎青集团系以社群平台创造假的账号 并以AI或假冒他人的头像来创造假账号 来吸引被害人以致攀谈 在攀谈之后 并以可以复会约会 或者是可以传送私密照片 诱骗被害人参加假投资平台的注册会员账号 在注册会员以后 再跟被害人以爱情交友的方式 那要求要共同投资 或者是说家里有急难等等 要求其协助来去做投资 那再把相关的讯息转给第二线的 互助投资的工作群组 那由第二线的车手来 以话术来对这些被害人进行诈骗 刑事局方面进一步说明 这个诈骗集团的犯案模式 希望提醒民众注意 里面的鸡爽 那它会假扮成一个美女的形象 然后在IG跟S平台上面 偷文或者是以现实动态的方式 然后跟被害人说 如果你们付费的话 就可以跟我约会 或者是可以拿我的私密的照片 那被害人就会受骗 然后开始跟这个鸡爽聊天 那聊到一定程度之后 鸡爽会把它加到LINE 就是跟他加LINE的好友 那之后鸡爽就会开始引诱被害人去注册假投资网站 那注册完之后 他们就会鸡爽就会说我的家人生病 或者是你要跟我去注册这个假投资平台可以获利 那获利的部分就可以帮助他付医药费 那他自己也可以获利的这个互惠费的部分 那之后被害人上当之后 他们就会加入炸漆集团的投资方案 那之后就会由这个洗澄水房跟洋县的机首 那继续诈骗这些被害人 刑事局经过几波查契将李姓祖贤共17人陆续逮捕到案 并依违反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移送桃源地检署侦办 其中14人经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刑事局方面也提醒民众 诈骗集团利用网红趋势锁定年轻族群 透过社群平台以色诱交友等方式诱骗被害人 呼吁网络交友要谨慎 如果碰到注册不明网站 极有可能就是诈骗 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案线咨询 不要因为一时兴起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飞扬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